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始是 本来是还没有想要进 因为我还不认识很深 然后我说 哎 下一回了 下一回了 但是有一个新加坡的师兄 你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你要进就快点进 然后来我就 她说又可以好像分旗不管了 那时候我就进了 进了就 哇 很不错 然后看到老师讲课很特别啦 就是不用看书 不用看那个自动这样讲出来 很圆满就对啦 不像普通的教科的老师那样 所以我感觉上就是讲得头头是道啦 全部都是 因为我 其实我们槟城很多人受邪 邪波 那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那我们有拜神什么的 很复杂就对啦 就是我从父母传下来 然后祖父方面传下来 就是传统那种拜的 都拜的 好像插枪 然后我们也 三支直接插 然后让老师就解说 一支中间 然后左边 然后抬右边 这个有分 有程序 就是 哎 这个我 哎 字好 很不错 他讲得很对啦 那你有印象说 你那时候进去第一堂课是什么吗 哦 是 我们是第一堂就是讲堂蜜咯 堂蜜是 那时候也是 堂蜜 他说 我们从来都没有看 听过堂蜜 我知道有唐朝的时候 我叫很兴奉 但是 堂蜜我就没有听过 就是 很感兴趣 所以 就是常常 哦 上到后来 又下去 又联系 联系下 下半部 还有 那叫什么 什么 智慧生命啊 什么 我联系 读了大概三年 三年的 然后 张老师 啊 前后上到三年 哦 三 四年有了 然后 有一次 我就说 哎 张老师说 新加坡有一个孔雀 冥王 大法会 然后 拳击 重结都很多啦 都听啦 但是 没有人 没有人 敢说要去啊 但是 我自己就走去office里跟张老师说 哦 我要去那边做义工 哇 张老师也加大 哎 怎么回 所以 我也是自动 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灵在带我进去 所以 就 很深刻的 那个 那一次就很深刻 所以 就 从 从新加坡第一次的 孔雀明 哦 法会后 然后 我就 哎 哇 这个 法会很 好像很 主 主圣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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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有 power 这样啊 像 参加了 张博尚老师这么多的课程 法会 所以 在你身上 如果说 一个 对你最大的改变和影响 啊 这个 我认为 实际是真是 老师讲的是很对的 因为 我曾经在 我是摄影师嘛 所以 老师来每次 槟城 每次来槟城讲课 我感觉她的 她本身 修得很 很够 强大的能力 因为 拍的时候 她的光啊 一直很亮的 我拍的 哎 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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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我去拍video啊 都 没有那种 那种 感觉哦 但是 张老师一讲课 她那个光 一直围绕着 很强 很 很 很 有力道这样 我应该是 是 非常的 究竟的 不是普通的 这是 我的感觉了